这是一台iPhone13,这是一台iPhone13 Pro Max 它们和去年的外观比起来有一点小小的变化 首先,刘海变小了,但是又没有那么小 其次它的摄像头模组变大了,可是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如果你在人群里面掏出来这样一台手机的话 应该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你已经换了一台全新的iPhone 那既然如此,我们不如把今天的重点放在那些有明显提升的体验上面 比如它的显示和影像部分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频繁开箱 那我们先来说iPhone13 Pro系列上面全新的Promotion显示屏 它的这块屏幕刷新率从原来恒定的60赫兹 变成了现在不断变化的刷新率 也就是说当你看一张静止的图片的时候 它的刷新率是10赫兹 那你回到主屏幕的这个动画的过程里面 它的刷新率是120赫兹,动画非常的流畅 那如果你打开一部电影,刷新率会调整到24赫兹左右 而在整个过程里面的用户完全感知不到刷新率的变化 这种方式运行的屏幕其实可以比60赫兹的屏幕要更加省电 如果你上Apple的官网的话 你会看到它的续航时间在看视频的时候 比前一代手机要多出整整40% 那我做了一个试验,将满电的iPhone 12 Pro Max和13 Pro Max 调到同样水平的高亮度同时开始播放一个HDR节目 在半个小时以后,12 Pro Max剩余的电量是97% 而13 Pro Max它的剩余电量是100% 正面的屏幕说完,让我们来说一说背面的摄像头 iPhone 13系列的系统相机里面加入了一个全新的模式 叫做电影效果 不管你是最便宜的13 Mini还是最贵的13 Pro Max 你都可以开启这个模式 那简单一点理解它相当于视频的人像模式 电影里经常用到的一个摄影技巧叫Rack Focus 焦点转移 摄影师将焦点从一个主体转到另一个主体 用来引导观众注意力的移动 那在过去呢,你需要一台电影机或者一台相机 一致大光圈的镜头 一个摄影师一个跟焦源来共同完成这样一个镜头 但是在现在iPhone的电影效果 打算把焦点转移这个技巧 给你扳到手机上面来 那我测试下来呢 电影效果的人像分割非常的精确 而虚化效果也很自然 它可以自动对焦 甚至iPhone可以根据人的转头动作和前后的关系 来自动切换对焦的主体 你注意看这个细节 穿穿在向后转头的过程里 焦点已经从它的脸上转到了我的脸上 它也支持手动对焦 你点击屏幕可以切换焦点选择的时候 焦点可以是人脸 可以是人物 也可以是某个物体 而且如果你不满意iPhone的自动对焦 你甚至可以在拍摄完一段短片以后 对每一次焦点的变化进行二次编辑 Apple在电影效果里面甚至对前景也加入了效果 这比照片的人像模式要更进一步 那作为一个第一次出现在iPhone上面的功能 电影效果还存在一些不那么完美的地方 首先它的边缘切割在高反差的物体边缘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瑕疵 另外自动对焦在一些没有人脸的场合里会比较容易失灵 然后你在光线不足的地方即便进入了电影模式 也没有电影的效果 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没有虚化的背景 那最后还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叫电影效果 但是电影通常是24fps的 iPhone上面现在的电影效果只有1080p 30fps这一个选项 1080p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30fps它看起来就让画面会显得不那么电影 另一个iPhone13全系可用的新功能叫色彩风格 iPhone自带五个色彩风格 每个风格有两个参数不同的设定值组合而成 一个叫色调另一个叫色温 这套玩法比原来iPhone自带相机里面的几个滤镜 看起来更加自然跟高级也更不容易出错 我猜测接下来网上将会出现很多iPhone13系统相机色彩风格调制攻略之类的东西 微距摄影是iPhone13的Pro系列特有的功能 当你用iPhone的主摄靠近一个物体的时候 它会自动切换到超广角镜头进行微距的拍摄 你在靠近被摄物体的过程里 你会看到一个两个摄像头的画面叠化的过程 实际把握的也非常好 这个体验比市面上的其他手机要平滑很多 全新的影像功能讲完了 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iPhone13的摄像头素质 iPhone13 mini和iPhone13仍然是两颗摄像头 一颗广角和一颗超广角这两个摄像头 其实都是iPhone12 Pro Max的同款 我们选择了最严苛的光照条件 也就是夜景 来对比iPhone13 mini和iPhone12 Pro Max的这两组摄像头 从结果上面来看不能说非常接近 只能说一模一样 一年前你要花很高的价钱 买iPhone12 Pro Max才能拥有的两颗摄像头 现在你只要买最便宜的iPhone13 mini就能拥有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Pro产品线的情况 这一次iPhone13 Pro和Pro Max采用了完全一样的摄像头配置 超广角摄像头它的成像质量比12 Pro Max略有提升 你可以看到细节的表现增强了一些 主摄基本上维持在上一代的水平 我们在反复的放大检查以后 并没有看出来解析力或者景深和前一代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然后我们来说一说长焦上面它不可忽略的一些问题 首先在光线还算充足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一颗77mm的镜头 比原先65mm的镜头在成像素质上面有显著的进步 等到太阳下山以后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发生了 这一颗长焦摄像头可能因为进光量实在太低 无法被正常的吊起 无论你是否开启业绩模式 有80%左右的概率 你的长焦照片其实都是主摄像头裁切出来的结果 两代手机它主摄像头的素质基本相同 但是如果你裁切的话会从原来的2.5倍裁切变成现在的3倍裁切 那它的画质就很有可能甚至不如上一代手机 怎么办呢 大家好欢迎下载No More Raw这款应用 它的摄像头不会自动的变换 从而保证你的画质 你所有的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那么总体来看这一次iPhone 13 在影像上面的提升更多的集中于视频这个领域 电影效果这个模式的推出和竞争对手 拉开了非常大的差异 而今年晚些时候 Apple还要在iPhone上面推出ProRes格式的录制 这对于专业的创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格式 而至于照片上面的大革新 可能要等到iPhone 14再说了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平凡开箱 我们明天再见